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世界的No.1南韓隊 奪得了冠軍 也領回了三千多萬元的獎金 一時之間 全台灣都瘋靡了電玩 這樣子的一個蜂巢 可是你知道嗎 電玩如果玩太久 可能會引發身體上面的一些疾病 甚至致命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則報導 台南一名十八歲的莊姓男子 在網咖熬夜打線上遊戲 而他一坐下就長達四十個小時 期間只喝飲料跟水 幾乎完全沒有進食 而最後他被發現趴在電腦桌上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雙手在鍵盤上不斷飛舞 眼神相當專心 低緊螢幕 線上遊戲玩得入迷 一名才剛十八歲的莊姓男子 連續打了四十個小時 最後意外猝死 當時死者就是在這個包廂內被發現 送醫後一度恢復心跳 但最後還是懸告不治 身高一百七十公分 體型撞碩還打過跆拳比賽的死者 離奇死亡 家屬根本難以接受 好端端的一個人 沒有喝酒抽菸的習慣 現在居然變成冰冷遺體 死者父親貪坐一旁 萬萬沒想到兒子這樣離開人世 醫生表示可能酒坐網咖 造成肺靜脈栓塞 但真正死因 還要等警察官進一步解剖離情 記者黃富奇 台南報導 哇 打電動打過頭真的會喪命嗎 其實剛才是其中一則新聞 那在社會新聞上面 不只看到這一件 因為打電動打過頭而致命的新聞 那我們就要來請教 今天現場的三位專家 我們還邀請到了一位 這個電玩競技的職業選手 來到現場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何健康地使用電玩 使用電腦 歡迎今天的專家 好的 我先請教一下家瑋好了 因為你是職業的電玩專家 你看到這則新聞 你會心裡害怕嗎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的企業 對我們的生活管理上面 都做得相當完善 我們的休息時間 跟做的時間都非常好 所以你是職業的 然後有企業在 贊助你們 所以他會管你們的生活起聚 對 就是跟軍事當兵一樣 是喔 而且聽說 而且聽說你今天來錄影 你還有隨隊的經理要陪你來 對啊 他是怕我們欺負你嗎 沒有 就是幫我照料一些 就是周圍的事 對 是喔 沒有 他怕我傷了他這隻手 所以像我們剛才看到那種新聞 陳醫師你看到那個新聞會有什麼感受 其實對啦 我們久坐的這部分來講 40個小時實在是有點誇張了一點 但是只是說他有很多不同的問題會產生 那比較講到致命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主要要看到的就是人的血管 我們在上面這個電視牆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有一個就是人體的一個血管的循環的問題 紅色的是動脈 然後藍色的是靜脈的一個情形 這個就是我們最怕的 當你久坐很常不動的時候 常常會有聽說一個俗語叫做經濟艙症候群 但是這個經濟艙症候群它其實所真的就是說 我們下肢的血管它的血流其實是靜置的 那因為靜置所以它就會有一些血塊會產生在血管裡面 那這個血管裡面的這些血塊呢 它就是如果不小心的話 這個血栓被打出去的話 它其實會塞到一些比較小的血管 那這些被打出去的血栓的話 如果塞到肺部的話 那就是我們剛才所說可能會致命的是肺栓塞 但是它不一定只會塞在肺部 它有可能也會塞在心臟 所以它不同地方都會塞 甚至腦部都有可能 所以當你的下肢的循環比較差的時候 它很容易導致我們下面的血管就是流滯 停滯不動 停滯不動 那對於男生這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大部分我們的電腦大部分都是男生嘛 下肢的那個靜脈這邊循環不好的話 我們回到中部的這個地方 好 那個血管在我們的生殖器附近來講的話 很容易導致 對 那個循環真的比較差一點的話 經鎖靜脈曲張 那經鎖靜脈曲張如果你不大去理它的話 代表在我們的那個男性的那個男性的搞完這部分的一個循環也會變得比較差 那尤其針對比較年輕的那些小朋友來講的話 那個正在發育的時候 危險要特別注意 因為你們還在發育 所以 對 所以致命這一部分的話其實 就是對於男生這部分的話 就是希望就是要好好的去照顧這部分的一個問題 但是針對心臟啊肺部這一部分的血管的話 就是如果你是長期久坐的人的話 你還是要起來動一動 是 所以哪一些病患他特別要注意 其實久坐悶在那裡的話 這個問題很多啦 可以從那個呼吸有沒有 他比較少做一個大的腎呼吸 呼吸的問題 消化道的問題 消化系統 呼吸系統 當然 泌尿系統 循環系統 還有神經系統都會 所以眼睛 這個是一個全身性的 為什麼人家說常常久坐的人會比較短命 就可能會 那尤其針對比較年輕的那些小朋友來講的話 那個正在發育的時候 危險了 要特別注意 因為你們還在發育 對 所以致命這一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對於男生這部分的話 就是希望就是要好好地去照顧這部分的一個問題 但是針對心臟啊 肺部這部分的血管的話 就是如果你是長期久坐的人的話 你還是要起來動一動 所以哪一些病患他特別要注意 慢性疾病的人 你有糖尿病高血壓或者是家族時的 中風家族時的 心臟血管疾病家族時的人 這些人都要特別特別去注意 而且最怕的就是什麼 你邊打電動 然後旁邊就一大堆那種 然後你就是站在那邊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吃 然後就只有手在那邊動 你們打的時候可以吃嗎 我們通常都喝水 我們很少在吃東西的 很少在吃東西 沒有 我們都是就是午休的時候 或者是晚餐 我們都吃那種固定餐 我們不會吃那種零食 哇 所以人家是有企業館 你們有算過熱量啊 他們可能要算熱量喔 不過我想喔 剛剛陳醫師講的是 有關於血管的 循環的問題 其實久坐悶在那裡的話 這個問題很多啦 可以從那個呼吸 有沒有 他比較少做一個大的腎呼吸 呼吸的問題 消化道的問題 消化系統 呼吸系統 當然泌尿系統 循環系統 還有神經系統都會喔 所以眼睛 這個是一個全身性的 為什麼人家說常常久坐的人 會比較短命 就他能被健康攻擊比較大 因為我們兩個人 他一天要十個小時 我有算過一天也要六七個小時 因為一直在打電腦嘛 對 那所以其實你這樣講 我們兩個比較短命喔 一天十個小時欸 他六日還有欸 他是禮拜一到禮拜天欸 記者六日沒休息欸 對 所以我在講說 其實像我們女生比較危險是 因為容得靜脈曲張 因為像靜脈曲張 像我有靜脈曲張 其實靜脈曲張醫生有常講說 我們這樣下肢做不是循環也不好嗎 你的腳就像豬血膏一樣 那個血凝固在你的腳裡面 對 豬血膏大家有看過 有吃過吧 我們的腳就會像這樣子 所以說當我們要整個堵塞住的時候 剛才像潔老師講的 你知道人會不準 然後會便祕 然後會胃不好 因為都肚條嘛 一直坐著肚條 所以胃也功能會很差 在他的這個循環上 還有他這個溃疡的狀態 對 所以會整身哭了 不要玩啦 你還有救 所以剛才 所以剛才專家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人要活就要動 即便你知道你的工作 或是你等一下會坐很久 例如坐飛機坐很久 你就要算一下時間嘛 一個小時起來動一下 然後這個半個小時起來活動一下 不過臨床上這個很困難 很多人說要一個小時起來 十分鐘兩下 其實打電動也好 打電腦也好 上班也好 然後有人說一個鐘頭起來 我就起來走動走動 不太可能 所以我都鼓勵 要有那個運動的概念 坐在那邊學子學弟就可以做運動 有那個概念就可以 運動是不是 那個腳有沒有 腳踝動來動去動來動去 那個下肢就不容易血痠嘛 喔 是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會換一下腳 因為我必須要看我的 美姿美姨 所以我必須要翹腳 但是其實血液都阻塞住 對啊 就等一下會這樣子 有沒有 好 所以剛才嘉惟講 因為你們是有企業在管理你們 在贊助你們 所以他會規定你們打多久 要做什麼樣子的活動嗎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 就是真的都打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 我們就會起來走一走 是喔 上個測的時候 可是問題你已經在最激烈的時候 你要起來走一走 打到最激烈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 就是因為我們都是 一個回合一個回合制的 所以就是我們通常就兩個回合吧 大概我們都固定 就會起來走一走 動一動 就吸一些新鮮空氣 對 哇塞 受訓的不錯喔 面對鏡頭講的話都有受訓 搞不好他們企業 你知道體系搞不好會有按摩椅 按摩師推打 是也不一定 有沒有 有嗎 人事沒有到那麼豪華啊 剪老師可以出預約 馬上預約 預約 我剛才預約剪老師比較貴 對 對 剪老師比較貴 企業加肯 企業可以再去 比較專業比較貴 這個概念真的很好 因為要長久啦 因為有些如果一直跟你抄 你抄個兩三年你不行了 對公司來講也是一個讓費 所以就有損失啦 所以應該要為了長久要保持 所以一般我們看到新聞上面 這種突然有什麼樣的疾病 或是猝死這種 通常不會是職業的嗎 對 因為通常就是 我們都是比較有觀念 就是自己的身體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們選手真的身體 你只要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們就是 這段職業就走不下去了 對 通常你們可以走到幾歲啊 通常就是我們應該 在精華就是在25歲吧 15歲到25歲之間 這個就是我常常要講的 不是不報 是時候未到 那你還猛操 猛操 感覺年輕是本錢嘛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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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那個電玩 大概沒有超過50歲了吧 對 沒有 沒辦法 沒辦法 可是反應跟不上了 到30歲都不行了 就都會到退休 就是不同的工作 對 好 所以還有報導告訴我們說 如果打電玩打太久 還有可能會引發癲癲 對啊 因為其實最近就有一對雙胞胎 16歲喔 他們都其實是體質上有一些基因 可是你知道 在暑假的時候 每一天晚上還熬夜打 你知道 多拼命 比你們還拼命 熬夜給他線上打 然後兩個人 因為家裡只有一台電腦 然後哥哥打完弟弟打 弟弟打完哥哥打 然後兩個輪流熬夜 然後就發生癲癲 然後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是哥哥先開始 然後他就頭吐白沫 然後就倒在地上 然後後來他媽媽把 哥哥送到醫院去之後 弟弟繼續打 反正桌上沒人嘛 換我的天下 繼續打 打沒桌之後 他也癲癲症了 哇 而且還有一個報導 我覺得還挺有趣的 就是說在日本 因為神奇寶貝這個卡通 很熱門 最當紅的時候 聽說在那一年 日本境內有700名兒童 因為看神奇寶貝坐太久 而發現癲癇 對 其實癲癇好像都跟體質 其實多少都有一些關係 那如果你沒有那個體質的話 你不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突然在 因為他對於那個聲色 因為大部分那些小朋友 像你們16歲小朋友 原則上腦部發育 還沒有真的很完整 就沒有發育很完全 那所以他在經過那個 聲光的刺激的時候 有這種體質的人 是很容易被引發起來的 是 好 那我們就要來了解一下 如果說你是職業電玩選手 或是你經常坐在電腦前面 去打電腦 打電動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生活作息 要注意的地方 那家衛你剛剛跟我們講說 因為你們有軍事化的訓練 對不對 所以你們通常一天會打幾個小時 就是我們平均一天是10個小時 打10個小時 對 就是從幾點開始打 我們上班是10點到晚上10點 那就是扣掉吃飯的時間 是大概一天就10個小時左右 你們的職業就是一直打電動 一直過關就對了 就 對 就一直重複的訓練 那一天10個小時6日有休息嗎 我們週休二日 對 那週休二日你6日會不會想要再打 更精進 其實因為我們那種打很久的都不會了 就想要跑跑出去玩走走這樣子 我們都不會就是一直 週休一直坐在那邊一直打 那像你看那些新聞 整天成立在那邊可以一次打48小時 那種甚至更多那種 三天三夜都沒休 對 三天三夜那種是什麼狀況 會這樣子啊 就自己沒有節制吧 對啊 因為我們這其實都 公司灌輸我們的觀念真的是蠻好的 對 就是一定要休息 那我們現在先不要再 就是進入公司之後 就是在進入公司之前 當你還是一個純白的 一個只是想要玩電玩的男孩的時候 你當時會沉溺在裡面嗎 曾經也是有 但是沒有到那麼誇張 大概最久打多久 也是15 16吧 那中間有吃飯嗎 有啊 那還是會有吃飯 這一定是媽媽在管 然後叫她你把電腦趕快把它關掉 然後就偷偷打這樣 有一些人有一種觀念 就是我沒有經過這一個苦練 我就不可能進入到職業 所以他們說認為要進入到職業 要先這個苦練 但其實我會覺得說有個觀念 這些都是風險比較大 不是說你打電玩一定會中風 打電玩一定會死掉或什麼 但是那個風險性比較大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多元的社會 說小孩子不要打電玩 打電動 那個不好 也限制不了 也不太需要 但是這個多元是我們尊重多元的選擇 但讓孩子了解說 健康是一輩子的事 是 有一局的小姐進來 進來的時候 她就抓了她的肩膀說 醫生 我跟你說 我舉不起來耶 我連那個內衣的扣子 都要叫我老公來扣耶 我連頭髮都不能縮 你看 吃得很亂 然後那個教授就想說 那你給我看一下你的手 他就只這樣舉喔 舉到這裡 對... 就是這個表情 一個只是想要玩電玩的男孩的時候 你當時會沉溺在裡面嗎 曾經也是有 但是沒有到那麼誇張 大概最久打 打多久 也是15 16吧 那中間有吃飯嗎 有啊 她還是會有吃飯 這一定是媽媽在管 然後叫她把電腦趕快把它關掉 然後就偷偷打這樣 有一些人有一種觀念 就是我沒有經過這一個苦戀 我就不可能進入到職業 所以他們說認為要進入到職業 要先這個苦戀 但其實我會覺得說有個觀念 這些都是風險比較大 不是說你打電玩一定會中風 打電玩一定會死掉或什麼 但是那個風險性比較大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多元的社會 說小孩子不要打電玩 打電動 那個不好 也限制不了 也不太需要 但是這個多元是我們尊重多元的選擇 但讓孩子瞭解說 健康是一輩子的事 是 沒錯 這個觀念很重要 所以家瑋你打到現在打了三年多 對 你有沒有什麼職業傷害 有 就是我曾經打到手 有點類似關節炎那樣 就是幾乎整個手都不能動 就是右手 整個都不能動 對 就是只能放著 然後也不能練習這樣子 那你一定要等它好對不對 一定要等它好 你才能夠再繼續打 那你可以用左手打嗎 不是 一定要雙手 一定要雙手 所以它大部分其實 我們在打電腦的人都知道 我們很容易去用滑鼠 這一手其實是用滑鼠的比較多 所以滑鼠在動的時候 很容易得到所有的碗 所以到正後去壓破它 對 因為然後這裡的神經 有時候我們常常打一打 這邊其實真的會鼓起來 就鼓一個包 變一個水囊 水囊撞的東西在這邊 然後那時候我們真的要休息 因為如果不休息的話 它會不斷刺激它 一直發炎 一直發炎 最後你必須把它那個水抽出來 那你有沒有曾經 因為身體上面的一些傷害病痛 錯過了比賽 那時候是手腫到幾乎這樣那麼大吧 然後就是晚上根本也睡不著 對 很痛很痛 對 就怎麼翻都睡不著 多久才會好 我那時候就是一個禮拜多 就是才慢慢消下去 才慢慢就是手 就是那時候是手幾乎快沒感覺 就是沒感覺那樣 這個就像我們職業在運動員的部分來講 我們最怕的就是剛開始就已經出現了 關節上面的一個受損 因為這個部分來講的長期的一個發炎的話 它會對我們的關節來講 它是一個嚴重的一個病變會出現 所以你這個部分來講 它是有休息 讓它這個關節變得比較好一點 可是其實它這個關節一定會再復發 絕對會再復發的 所以就像所有的 不管是棒球選手 或者是你雜電玩的選手來講的話 只要你關節一旦發炎的時候 大家都會非常的注意 你這部分的一個修護 還有這個手的這部分的問題 所以最怕的就是說 當你的手沒有修護很好的話 未來年紀大的這些關節發炎的問題 可能會提早 所以很有可能我們都覺得說 我們的所謂的關節炎都會在五六十歲以後的時候 老人家這部分還有退化性關節炎 可是說真的長期使用的過度使用 你可能會在四五三四十歲左右 就有可能就會提早會出現這部分的問題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教家瑋怎麼樣保養 對 可以讓他用得很久 好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 如果我們長期使用電腦或打電動的話呢 可能會衍生出哪一些的疾病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問題就是 嚴重的視力問題 好 那聽說有很多職業 因為用眼過度 然後短短時間之內就讓自己的視力飆升 對 因為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的是工程師 還有就是一些電腦的設計師 有沒有 他程式設計師 那他比較需要用到眼睛 而且他眼睛盯電腦的時間非常久 那有一個工程師呢 他原本只有六百度 他一下子飆到 在半年之內飆到兩千三百度 這變成是高度 兩千三百度 他要是瞎了吧 對 我也覺得他應該是戴七先生的眼鏡吧 還沒有轉圈圈的那種 天啊 對 那其實很傷勢力 可是你知道我最近其實 我自己都有發現到我自己 所以前陣子我說 我的下眼皮會很久在跳 跳得很厲害 一直跳 我說 我就跟我媽想說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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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不是 新聞就出來了 有一個電腦終端機症候群 那就是因為你一直盯著電腦看 所以你的眼皮沒有去扎它 然後這邊會變成一直抽絮的狀態 所以它很傷 就是眼皮抽筋就對了 對 但是它也會很傷勢力 所以我發現到我的視力一直在往下掉 我已經開過刀了 是視力往下掉 還是老花 沒有 是視力往下掉 我沒有老花 沒有老花 因為我們其實一直常盯著電腦看 會 可是像我們這種年紀來講 一直盯著電腦 老花其實會提早到 這也是事實的 因為你很用力很用力在看 你後面那個結狀機一直在用力 其實它對你的視力都不太好 好 那家瑋你自己有視力方面的問題嗎 我視力都超正常的 真的 不要講太快 時間還沒到 可是你眼睛會色色的 有時候會色色的 然後乾乾的感覺會出現 偶爾會這樣子 真的 對 因為它這個色色乾乾的感覺 就是眼睛開始在疲累的情況會出現 所以其實你覺得說這個 其實眼睛沒有什麼問題 剛才跟你所說眼睛沒什麼問題 可是其實這小小的症狀已經開始在出現了 只是你覺得說 反正我眼睛稍微閉一下 反正隔天起來就好了 其實這個東西累積下來之後 你的眼睛整個情況之下 會出現所謂剛才所說的假性近視的問題會出現 這個部分來講 對你來講 已經是一個眼睛上面的傷害 視力問題是 用眼過度 不只看電動 看書 看資料 看多 也是一樣 我們都是這樣 使用過度一定容易受損 都不用也不好 那我們以前小時候 像我們以前住鄉下的 看遠山 看遠遠很遠的人 車什麼 就是有一圓 有勁 有調節 現在人就是一看就牆壁 要不要電腦 就是出面 就是很少時候看得很遠 看很遠的地方 所以那個眼睛的調節 結狀肌的調節會比較差 是 所以保護眼睛的方式 就是要常常去看很遠的地方 眼鏡調節 就是一個眼球運動一樣 另外要多眨一下 因為有時候很乾 所以現在乾眼症也很多就是這樣 好 不管你是不是電玩選手 不管你是不是很愛打電玩 只要你經常去盯著某樣東西看 例如說電腦 資料 文件等等 都要小心你自己的視力問題 好 再來我們看到下一個 傷害會是什麼呢 就是有五十肩 五十肩不是五十歲才會得到 有可能二十歲就會得到了 有沒有聽過類似的案例呢 瑞玲 有 其實我自己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打電腦 因為人家說 人家到了一個年齡 是四十腰五十肩 到五十歲之後才發現到說 我的肩膀怎麼越來越看 像劍凍人一樣 所以它事實上叫 正確名字叫冰凍肩 不叫五十肩 所以大部分是發生在五十歲左右的人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門診跟診的時候 有一個郵局的小姐進來 進來的時候 她就抓了她的肩膀說 醫生我跟你說 我舉不起來 我連那個內衣的扣子都要叫我老公來扣 我連頭髮都不能縮 你看 是不是很亂 然後那個教授就這樣說 那你給我看一下你的手 他就只這樣舉喔 舉到最後 對... 就是這個表情 他完全都舉不起來 他說 你不要緊張... 再舉一次 怎麼會站起來 你就叫我 叫我你就拿起來 對 然後他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我說過 她是郵局的小姐 郵局小姐為什麼 每天她要做計算的事情 所以她的手其實有時候 一直在懸空做一些事 或是在打一些文件的東西 這種人其實得五十件特別多 機率很高 對 而且在門診上很多 非常不要不用五十歲 他們二十幾歲的人也會來 對啊 潔老師一定碰到很多很多 這個非常多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兩個因素 一個是使用過度 牢牢不休 美髮師 有沒有 一些職業傷害 對 美髮師 化妝師 他都懸空 使用過度 打電腦還是一樣 打電腦很多人手都懸空這樣打 有沒有 這個肩膀就是太僵硬了 但有一些是不動也會 不動也會五十肩 因為有一些人是骨折 然後醫生叫不要亂動 那就開始不動 然後等石膏拆掉以後 手就不能動了 所以不動也會 過動也會 所以這五十肩 不過放心 我們一般不會說 來來來舉高 OK 我要這樣 動動動動 不會這麼狠 一定要先評估一下 他會稍微知道說 他的角度在哪裡 美髮在哪裡 可是事實上五十肩的人 真的是要動 不能不動 來 我來試試看你們五十肩 痛嗎 完全不會這樣 你還年輕 隨隊的經理有嗎 他以前也是選手 那他今年幾歲了 他今年二十七吧 二十七 那他有五十肩或是什麼 什麼其他的私利問題或是什麼嗎 他看起來還好嗎 對 都沒有 應該都沒有吧 隱私 你的經理不能夠講 對 叫我保密 OK 好 所以就是要平常還是要維護 要保護 那像剛才我們講的那種狀況 如果真的已經痛到五十肩手舉不起來 也沒辦法扣到後面的釦子 他復健要復健多久 通常看情況 有一些如果真的是僵硬得很厲害 有些真的是只能九十肩都舉不上去了 已經硬掉了 那有時候要久一點 大概一般我們的經驗大概三個多月 但是教科書都說要兩年 所以有很多人問我說 你聽說五十肩是自線性疾病 你不要理他 他也會好 我說沒錯 書上是這麼說 有一句話說 No pain no gain 會有點痛 不是不能痛 但是 但是 不是 No pain no gain 對 絕對 不是說越痛越好 很多人按摩也好 伸展也好 越痛越好 越痛越有效 其實那不對 那像剛才我們講的那種狀況 如果真的已經痛到五十肩 手舉不起來 也沒辦法扣到後面的釦子 他復健要復健多久 通常看情況 有一些如果真的是僵硬得很厲害 有些真的是只能九十肩都舉不上去了 已經硬掉了 那有時候要久一點 大概一般我們的經驗大概三個多月 但是教科書都說要兩年 所以有很多人問我說 聽說五十肩是自限性疾病 你不要理他 他也會好 我說沒錯 書上是這麼說 大概兩年內會好 問題是你能撐兩年嗎 兩年內你如果又有其他的傷害的話 那他又繼續傷害 所以剛才你要積極做治療的話 比如要做一些運動 做一些指標 那這樣的話一般大概兩三個月 通常我們的經驗 有遇過很年輕的病患五十肩的嗎 有 有 有 大概幾歲 我有一個是三十幾歲的就有 那我印象比較深的有一個也是 他是蓋髒蓋很多 一天到晚在蓋髒 他肩膀就很痠痛 他是做會計的蓋髒蓋髒蓋髒 很痛 那很痛 他就外面治療很久很久 那個我印象比較深的 你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小孩太皮 處罰小孩 打到50件 沒有 這個是肌腱發炎 那肌腱發炎 那個一般不叫50件 因為他可以靈活 對 但是只是會痛 會痛 但是你讓他放鬆的時候 他可以舉這麼高 那就不叫50件 50件的意思是 凝固了 卡住了 卡住 舉不起來 對 卡住 舉不起來 是 好 我再補充一下 像傑老師講 因為我在門診看到 那個醫生跟我說是說 他如果說兩年左右 他自己會痊癮對不對 痊癮是不痛 但是他的舉的範圍就到這裡了 對 你會發現他就不動了 舉不起來 然後他 但是他不會痛 然後發現他那個範圍 本來之前可以這樣梳頭髮 後來是這樣梳頭髮 再這樣是梳頭髮 因為他的手舉不起來了 對 所以在門診上 我們比較看到年輕的女生 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以為不痛 就不要去治他 事實上做事 整個都黏在一塊了 對 要黏在一塊花多久時間 那就會比較久 因為黏在一塊 你一定要透過外力的方法 慢慢慢慢把它伸展開來 那有些骨科醫師建議說 乾脆開刀 如果那麼嚴重 就只好開刀 開刀比較快 就到開刀 我們去該割的割 該輕的輕 輕一輕 靈活了 縫合以後 回去做運動 所以50件的朋友 並不是都不能動 一定要動 對 要動 一定要動 要去復健 只是動要走 動不是說這樣甩就要動了 不是這樣子動 騎馬 我來 我挑釁到 那陳醫師這部分有沒有補充 我們其實說50件這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平時你在保養的時候 就是做一些伸展的動作 所以其實說真的 我們一般在一般生活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關節 其實有些範圍 我們其實不會去做 比如說一直手舉高 對啊 或者是往後 其實這個基本上 我在我們一般的生活裡面 搞不好走就舉不起來了 但是我們是建議說 三不五十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去做這一部分的運動 當你在做運動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連你的手 一起動 但是你動的時候 希望你能夠延展它的那個範圍 跟角度 所以這樣子延展對你來講是一個很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有時候你要做之前 你可以先做一些熱敷 然後結束之後再是熱敷 就是要做一些暖操 或者是做熱敷的動作 然後把這個關節的一個角度 盡量拉到 不是只有手臂這一部分而已 下肢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平常一般走路來講的話 我們的關節也不會 跨出了腳步也不會那麼的大 角度也不會那麼的大 可是我們還是要去做伸展 去拉 如果說我們在做的時候覺得很痛 那到底是什麼樣可以接受的範圍 對 我們說有一句話說 No pain no gain 會有一點痛 不是不能痛 但是 不是 No pain no gain 對 絕對不是 不是說越痛越好 很多人按摩也好 伸展也好 說越痛越好 越痛有效 其實那不對 那個太痛就會受傷了 我們有一點痛 有一點伸展也好 有一點用力也好 有一點痛沒關係 一點點停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慢慢去調整 然後再動一點 叫做 動一點 動一點 但是也不需要太用力 要去挑戰自己的極限 對 而且最好的復健運動就是很方便 因為在大家的附近家住家都有 為什麼是公園 公園裡面有一個有沒有 我們吊單槓有沒有 其實如果說真的不行的話 到附近 你真的沒有時間去找姊姊老師 你就把那個手放在單槓上面 讓手有沒有 有那種鮮明的作用 要不然你就是用手指頭爬樓梯 找一面牆 用手指頭爬樓梯慢慢爬上去 看你今天能爬多高 然後就可以有那種伸展的作用 對 好 我們再來看到 下一個電玩或電腦打太久的問題是 手腕關節發炎 就是剛才家瑋講的那個狀況 那剛才家瑋講的那個狀況 他會痛 那痛的話 他說他要休一個禮拜 那通常這種痛都是急性痛嗎 如果突發本來沒有 突發難天很痛 那個是急性化炎 這個時候我們說建議要冰敷 要冰敷 如果說急性突然一叫醒來 或者剛剛打一下突然很痛 那個要冰敷 那如果說慢慢慢慢進展的 最近比較不舒服 最近比較不舒服 慢慢慢慢 那個是可以用熱敷 所以冰敷熱敷簡單大致上是這樣分 但是其實你慢性要冰敷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那個冰敷現在被冷漏了一些 其實冰敷還不錯 其實冰敷就是還蠻好用的 蠻好用的 但最重要的就是那個手腕 打電動的手腕 那個滑鼠其實還不錯 現在都有特別注意的話 那個滑鼠的姿勢 比如說我現在在做的時候 我如果這個姿勢偏 我這樣再偏 他就不能動 這樣不好 但我現在示範的 滑鼠不會拿這樣子 但有的滑鼠的設計是比較高的話 有一點斜 那這個不好 我們說這個neutral position 保持一個比較正宗的姿勢 所以你正宗姿勢這樣 我們手指頭這樣動 有沒有 因為這個手指頭在動的話 我們食指有一條獨立的一條肌肉 我們食指很特殊 食指有一條獨立的肌肉 有一條獨立的肌肉 其他這個是連結的 這個是有獨立的肌肉 所以這個食指基本上很好動的 而且也不太容易受傷 那你要注意這個姿勢 還有不要翹太高 也不要這樣翹翹的 一定要整個的前臂 我都建議整個前臂貼在桌面上 我們發現很多那個畫面 發現那個打電動的都是這樣打 這樣打 這樣打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手足沒有支撐 肩膀就沒辦法放鬆 這第一個缺點 第二個缺點你割這樣子的話 這個地方壓迫 這個桌圓有個壓力 我最近有個病人 他說那個小指這裡很麻 麻了很多年一直都弄不好 為什麼會一直麻麻很厲害 我說你是不是看報紙寫東西 打電腦都割這樣 他說對 我說不行 你割這樣這個問題沒辦法解決 一定要平貼 讓他這整個壓力平均 這一條齒神經才不會壓迫 這裡有條齒神經 你要是這個桌圓會壓迫 所以最好能夠平貼 那你這個滑鼠的話 最好比較正宗的姿勢 手往不要翹 不要翹 不要偏 不要正宗的姿勢 就很輕鬆 肩膀也放鬆了 手臂也放鬆 只有手指這樣點點點 這樣會好一點 有個媽媽 她在菜市場做事 她做什麼 做剁雞的 她每天要這樣剁雞 她剁那個雞 她這個手指頭雞 基本上 她發現我常說 我說那個賣菜的阿嬤 你為什麼這邊 這邊都要包一個毛巾在這邊 對 我發現她都包毛巾 然後在那邊剁 她說不然 吃下去會不會很苦 她去打針 她去打類固醇 還沒有辦法好 所以她就想辦法 她很聰明 她就冰敷 她把那個冰敷袋 就我們放在天頭上 那冰敷袋 有沒有 她把它綁在這邊 讓它會比較舒緩一點 所以剛剛景老師說 那個冰敷其實有時候 她在急性發起 發作起的時候還蠻好用的 可是像這個阿嬤 她其實每天剁 她即便這樣冰敷 她應該也不會好對不對 對 不同意 有時候醫生會說 你這個不要做了 她會說我沒有不做 就會不會衝出來 我菜市場不做 我小籠包不做 我美法師不做 我要做什麼 但是我會說 你要學會放鬆 我們酸痛 我有八個字送給大家 放鬆 按摩 伸展 強化 這八個字 放鬆 按摩 伸展 強化 放鬆很重要 就算有時候 你現在工作一直做 對不對 你要逮到機會 這個10秒 20秒就放鬆 叫剁手剁手 就剁機剁一剁 對 空間休息的時候 先放鬆 就完全放鬆 你要學會放鬆 數超票也是數一數數累 數超票也會 對 累了 就放鬆 放鬆一下 那有時候做一點按摩 做一點按摩 是有幫助的 有幫助 做一點伸展拉筋 最後是強化肌力 跟強化健康 很重要 那如果我們在手碗這邊去 例如說弄一個 護碗 護碗 有效嗎 會有幫忙 那個是一個保護的作用 是有幫忙 是 其實在我們門診間裡面 其實遇到很多 然後其實有些人年紀 其實很輕就會發生 這個不會說 因為你年紀比較大才會發生 然後最重要的 剛才講說放鬆是 我們常常醫師 或者是醫護人員 都會跟人家這樣子講 其實說真的 你沒有辦法 今天我在公司裡面上班 我可能手一直重複 一直在動 沒有錯 可是我上下班的時候 我還是騎機器 我也是這個動作在做 我回到家裡洗臉的時候 我要弄毛巾 我也是這個動作 所以我今天回到家裡面做事 我今天中間騎摩托車 我到那邊在工作 其實我生活上 每一個部分 我的手腕一直都在動 所以我今天叫我真正的去休息 我沒有辦法 好 我工作上面休息一段時間 可是我回到家裡面 我還是要動 我在路程中 我還是要動 所以這部分來講 我們會發現這個年齡層很低 然後其實常常會發生 然後治療好了一段時間 他會跟你講說 那都不好 我一下子好了 那是又來了 好了 又來了 然後他講說 其實就是 你就會去了解 其實每一個人的生活裡面 每一天都在 有這些重複的動作在做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是希望說 當然放鬆很重要 但是我們會希望說 如果你知道問題在哪裡的話 我們盡量 在沒有上班的時候 盡量不要做重複的手腕運動的時候 就盡量就不要 然後最好就是讓他放鬆以外 有時候可以泡一些熱水 或熱毛巾稍微敷著 讓他整個循環這一部分 跟肌肉的放鬆 可以做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剛才簡老師講的冰敷 是在痛的時候冰敷是不是 沒有 我要說的是要放鬆 不要放假 你電動打一打以後 高手四速晃光芒 巧手環繞我身旁 好累 有節目 這個很難耶 那你的肩膀怎麼回事 這經常不會動 我怎麼講 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 可聲 可縮 縮得很響 然後身體強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是希望說 當然放鬆很重要 但是我們會希望說 如果你知道問題在哪裡的話 我們盡量 在沒有上班的時候 盡量不要做重複的手腕運動的時候 就盡量就不要 然後最好就是讓他放鬆以外 有時候可以泡一些熱水 或熱毛巾稍微敷著 讓他整個循環這一部分 跟肌肉的放鬆 可以做比較好一點 是 所以剛才簡老師講的冰敷 是在痛的時候冰敷 是不是 沒有 我要說的是要放鬆 不要放鬆 放鬆你打他一分鐘就可以放鬆 不要你正現在放鬆的時候 我剛講要學會放鬆 對 所以學會放鬆 就是無時無刻 你都可以利用你在工作空檔去放鬆 好 我們製作單位 特別做的這個手板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很貼心 首先是選擇小兒滑的滑鼠 基本上這身滑鼠要適合 剛剛講要挑一個比較適合 輕小易滑的滑鼠 你不要弄得很大 或者說大的話 剛剛講就比較大的動作 對 小一點的 那另外以全錢幣而非 手掌碗做支撐 剛剛講這個整個撐在這個地方 不要這樣要桌圓 或者不用直接用手碗 這個是一個full support 完全支撐 肩盤滑鼠要放低一點 因為你如果吊得高高的話 你肩膀會聳肩 所以低一點的話 就讓你的肩膀放鬆 對 我們經常在打電腦的時候 會這樣子 不自覺就聳肩 剛剛講學會晃鬆也包括這個 很多人不知不覺就會聳肩 因為注意力集中 專注就會開始聳肩 聳肩縱眉 對 慢慢慢慢 學會晃鬆就學時會晃鬆下來 另外可滑動 有扶手可調高低的椅子 椅子很重要 這個扶手目的就是讓你的隔著 肩膀可以放鬆 那高低可以調的話也是一樣 你鍵盤什麼才能夠適當 比較正確的姿勢 你不要說我坐這歪七扭八的 坐太高坐太低都不好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椅子要調照 另外盡量不長時間打鍵盤 這個是很重要一點 當然他們企業化經營 所以會懂得說一段時間讓你休息 那一般人可能就 這個到網咖去 就看不明不休開始打 對 不明不休了 那個就要特別小心 是 好 所以像你們企業化經營 你們要住在公司的宿舍嗎 還是可以回家 我們都是集體管理的 就是有宿舍 公司會包吃包住這樣 哇塞 怎麼樣才能選進去 聽起來還不錯耶 因為我們有各大的選秀賽 所以都是從裡面挑選人 像星光大道這種選秀一樣 對對對 就像那種 是喔 你打算打到幾歲 就 自知自明就會自己引退了 打一打就要當經理了啦 就覺得自己老了就要趕快下台了 可是你現在差不多是巔峰時間啦 對啊 因為現在 可是我很好奇你們企業化經營的話 那企業就說你們公司有沒有幫你們做一些什麼樣的 就是平常那些按摩 或者說帶你們集體去泡湯 讓你們熟悉頭休息一下這樣子 是沒有到這樣 但是會不一定我們去運動 對啊 就幫我建議一下這樣 對 幫我某一些福利啦 就是有些運動會教你們做 對 因為像職棒來講的話有沒有 他們還蠻注重就是說 因為像他們那些那種運動選手 那都有一些專業的一些就是復健師 然後專業的醫師 然後在旁邊 因為一旦他們這是他們的生命 他們的職業生命 那如果說一旦他們受傷了 其實要很快地去做一些防範的措施 是 OK 你們可以交女朋友嗎 時間比較少啦 如果女朋友願意的話 所以你有女朋友嗎 這要保密 這要保密 金女在那裡不能講 金女在那裡不能講 他這麼帥應該有 他們都是線上交友 你都不知道 他們每天都在線上 你們應該沒時間什麼線上交友吧 都一直在比 我們有粉絲團這樣子 對 他們有粉絲團 然後追星 所以他們也是 他們也是另外一種明星 今天聽了這麼多 對你有沒有幫助 有 就蠻好的 蠻好的 你本來可以打到27 你現在可以打到30歲了 說不定可以 對啊 好 好 那最後請問一下 陳醫師你對他們經常 就是坐在電腦前面 或者是工作需要的人 這樣子有什麼 還有什麼建議要補充的嗎 其實在我們的職業醫學 這部分來講的話 如果你是長期有這部分的一個需求 我們通常會建議你的公司 或者是你個人的話 去做一些人體工學的椅子跟桌子 要搭配 一定是依照你的身高 跟你的身體的一些肢體的角度 去做一個設計 然後它可以去調整 所以你整隻手跟你的背跟你的腰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只要它是一個人體工學 針對你個人的設計的話 其實你這部分產生職業上面的問題 其實會比較小一點 會比較減輕一點 會減輕一點 好 那不論你是不是像家瑋這樣子的 職業電玩選手 或是你是一個宅男宅女 很喜歡打電動 打電腦 或是你工作上的需求 那今天我們分享給各位 你就要特別的注意 就是各個方面你都要做放鬆 然後要做伸展 要做運動 那我們節目最後我們的堅老師 要來跟我們疏活一下筋骨 請觀眾朋友站起來好不好 那我們也請專家 我們都一起來做 今天老師要教我們怎麼樣 舒緩我們的筋骨 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了 觀眾朋友趕快站起來 跟我們一起動一動吧 我們請今天老師 教我們做幾個簡單的伸展動作 好 我們這個動作 基本上坐著也可以坐 站著也可以坐 那你能夠站起來是更好 第一個動作叫做 高手四處晃光芒 有沒有 握緊打開 握緊打開 到處四處晃光芒 這個有點伸展 肩膀 手指頭 都可以動到 好 所以大家起來做做這個動作 好 高手四處晃光芒 第二個是喬手 這個手很巧 有沒有 這樣繞 這樣 喬手環繞我身旁 好美喔 喬老師 這個很難耶 好美喔 喬手環繞 好美喔 喬手環繞 有沒有 這個手這樣輕輕的繞動 我告訴你 喬老師最會這一招 他很多動作都要配合手 這樣子 我身旁 你要身旁的時候到處繞 來 繞到頭上去 四位 對 繞到頭上去 繞前面 繞後面 好 這個也是一個上半身的伸展 第三個是可伸可縮 這個兩隻手往外延伸 伸出去 有沒有 這個有拉出去的感覺 伸到最底嗎 伸到最寬 那你的肩膀怎麼回事 這筋加不會動 我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會這樣 可伸 可縮 縮得很響 然後身體強 所以可伸 伸長出去 盡量把肩膀往外延伸 可伸 縮進來 縮成一團 有沒有 然後身體強 握拳頭這樣 身體強 還有一個 頂天立地 一手頂天立地 頂天立地 把身體拉得很長 有沒有 有拉到的感覺 換左邊一樣 一手頂天立地 頂天立地 做這個動作 盡量 這個動作 那它需要停幾秒嗎 不需要 你就延伸 延伸 延伸到你覺得最極限了 有沒有 有 身體長 把它感覺我身體拉得很長 好 所以這個動作 其實你打電動打一打 你就可以在那邊 往上 往下延伸 往旁邊延伸 手指都動一動 其實我通常都不會做這些 走一走 動一動這樣子 你要學起來 你先教你怎麼辦 我剛剛講學時學地晃輕鬆 就是有時候你坐在那邊打一打 有時候在下打來換的時候 10秒20秒就可以 就可以拉一下 就繼續打 生一生 生的繼續打 然後起來這樣子 又起來這樣子 又要繼續打 繞一繞 可以啊 高手施風光門 這個也是很簡單 有沒有 握方 但沒關係 你們整個宿舍都學會的話 就不會覺得對方怪 你電動打一打以後 高手四處晃光芒 好弟 那我們最後要請潔老師 把四個動作全部加起來 連續動作 好 第一個 就是叫做 高手四處晃光芒 好 巧手環繞 我身旁 可生 可縮 可縮 身體強 頂天 立地 身體長 我覺得今天的伸展非常的好 那觀眾朋友呢 記得每天做 如果你不是這種電腦組啊 或是每天要打電動的話 其實也可以做對不對 對啊 這對每一個人都很好 上班族都可以做 看電視就可以做了 是 好的 那非常謝謝今天 我們的三位專家 還有我們的家瑋來到現場 跟我們分享他們職業電玩的一些 心情 還有他們在職業上面碰到的一些問題 那感謝觀眾朋友今天的收看 我們健康好簡單 還有更多精彩的內容 會繼續的推出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好 我們再繼續做吧 來 再來做一下